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19届六中全会之前 不少人认为习近平可以在这次全会上一锤定音 通过一个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所谓三段论的历史决议 为明年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奠定基础 但显然习近平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到通过 最后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一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都有位置的六段论的历史决议 这就表明在六中全会上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双方的阵营已经是越来越明确 中南海的高层已经开始选边站队了 对于中共的高官来说 在关键的时刻选边站队那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站队站队了 那就可以是飞黄腾达 但如果你要站队站错了的话 那就是一败涂地 那可以确定呢 这一次双方的阵营啊 一方面是习近平为首的习家军 另一方面呢是太上皇江泽民为首的反习阵营 习近平的习家军里面也有不少小派别小山头 这些小派别小山头之间当时也是有矛盾冲突的 但总体而言呢习家军内部还算是比较的团结 但是江泽民反习阵营的内部啊 派系就比较杂了 有江泽民的上海帮 胡锦涛的团派 还有不满习近平的红二代派别 还有王岐山这些新的反习派别等等 那么过去这些不同的派系之间矛盾是不少的嘛 要把他们团结起来也不太容易 不过呢目前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 反习阵营啊似乎是比较能够团结一致的 这就像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本来打的你死我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就可以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那么现在这些反习的派系他也意识到嘛 如果说习近平强势连任的话 那习近平就是要一扫天下 这些反对派他都要全部都扫光 他们这些人都要完蛋 所以到了这样的危机关头 这些反习派系啊 他们也只有互相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习近平 他是咱们的生存之道 那么现在既然是习近平和反习近平的派系 双方都已经拉开阵营了 那么中南海的高层也必须要选边站队 你要站到哪一边去 这一次六中全会之后呢 按照惯例呢 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要在自己负责的部门 组织一个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会议 其实呢 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就是让各个常委有机会可以做出政治 就是自己的政治表态 根据北京官媒的报道来看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赵乐际 韩正 这五名政治局常委啊 是做出了政治表态 而且他们这个立场啊 是非常的不同 选边站队的色彩很强烈 在11月13号 今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了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赵乐际 韩正 五名政治局常委各自在自己负责的部门就组织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这同时呢也是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表态 我们这里先说一下结果 后面呢再做分析 这个结果就是 李克强 汪洋 韩正是站队反习派系一边 栗战书是坚决站在习近平派系一边 赵乐际呢就是模糊战队 他也是站在了算是习近平派系一边 但站的不是那么坚决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分析 我们先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韩正的报道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韩正出席 因为韩正是国务院副总理 他也就参加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的党组会议 在新华社的通稿当中 李克强和韩正是这样提到习近平说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所做工作报告和重要讲话 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治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对贯彻全会精神做好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强调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艰苦奋斗 实干创新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我们看李克强韩正召开的这个国务院党主会议 他们对习近平的表态是一个很消极平淡 就是照抄官方的一些说辞 并没有说表示积极或者热情的支持习近平 这就是表示呢 李克强和韩正他是站队在反习近平派系的这个阵营 我们再看关于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这里我们看栗战书主持的这个全国人大党组会议 在会议的题目上他就是有所不同了 栗战书召开的全国人大党组会议 他会议的题目首先是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其次呢才是学习六中全会的精神 而李克强韩正召开的国务院党组会议 会议的题目就是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并没有说要学习近平的讲话 在新华社的通稿当中啊 栗战书这样提到习近平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报告 回顾总结一年来治党治国治军的不平凡经历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成就表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真诚上 迈出了坚实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横跨两个百年历史长河 折磨过去和未来 着眼当前和长远 以长怀远虑居安思维的清醒 给我们上了一堂信仰课 党史课 警示课 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思想观点 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重要文献 会议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要按照党中央要求 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指导人大工作 确保人大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我们看栗战书召开的这个全国人大党主会议 他对习近平的表态就不是那么所谓消极照超的官方的说辞 而是用一个他自己的话非常积极的热情的去吹捧习近平 这就是表示呢 栗战书他是坚决坚定的支持习近平 战队习近平派系的阵营 那我们再看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报道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呢 是全国政协党组专题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汪洋主持并讲话 我们上面说到栗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党组会议啊 他的学习题目 第一个是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第二个才是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可是汪洋主持这个全国政协的党组会议 他的学习题目只有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并没有学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所以呢 汪洋他这个题目和上面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党组会议的题目是一样的 都是只学六中全会精神 不学习近平的讲话 那么在新华社的通稿当中呢 汪洋是这样提到习近平 大家一致拥护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认为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刚免性文献 决议贯通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进一步颤明了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深远意义 必将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胜利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全国政协党组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 扎实有效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把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政协全部履职工作之中 我们看汪洋召开这个全国政协党组会议 对习近平的表态 也就是消极的平淡的去照抄那些官方的说辞 他并没有一个表示积极或热情的支持习近平的姿态 这也就表示汪洋他站队也是反习近平阵营的 那我们再看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报道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赵乐际在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说上面说到的栗战书主持的全国人大党组会议 他的学习题目是第一个是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第二个才是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而李克强韩正召开的这个国务院党组会议 和汪洋召开的全国政协的这个党组会议 他的学习题目也都是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并不是学习近平的讲话 那么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召开的中纪委党组会议 他的会议题目也是学习贯彻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并没有说要学习近平的讲话 从这个会议题目来看 赵乐际不像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那么坚决的支持习近平 不过赵乐际在党组会上对习近平的表态相对比较积极一些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赵乐际是这样提到习近平 赵乐际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的重要讲话 利益深远 思想深邃 内涵深刻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理论性 战略性 指导性 为全党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头不忘初心 容易前进指明的方向 纪检监察机关 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原原本本学习全会文件 读原文物原理 深刻领会要点要益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 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坚定信心 增强斗志 我们看赵乐际的表态 虽然不像栗战书那么坚决支持立体习近平 但也没有像李克强 韩正 还有汪洋 他们那么对习近平非常的消极 所以说呢 可以说赵乐际是模糊的支持习近平 还没有达到坚决的程度 那么根据上面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表态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选边站队的情况了 这次主管议事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并没有表态 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啊 王沪宁是坚决支持习近平的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选边站队的政治态度 习近平派系呢 有三个人 就是习近平 栗战书和王沪宁 反习近平派系呢 也是三个人 李克强 汪洋 和韩正 那么还有一个叫中间动摇派 就是赵乐际 如果要投票表决的话 习近平派系三个人 反习近平派系三个人 双方成一个平局 这时候那个中间动摇派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就成了最后那个关键一票了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中南海高层这个政治选边站队 已经是越来越明确了 但是距离明年中共二十大的决战呢 差不多还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一年时间内 双方肯定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 那么鹿死水手呢 现在还难以判定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未来这一段时间呢 中共高层的内斗会越来越激烈 达到一个你死我活的程度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